三日后,路易带着解药秘密进宫,皇上见只有路易一人前来,心下隐隐声出不悦。 太子寝殿中,按照路易传授之法,先将药丸泡入九中一刻中,再放置火上烘烤至完全相容,量至适当温度。 内服,路易又言道,此药性烈,服用后半个时辰,会出现腹痛,呕吐,再过半个时辰,即会清醒,因以清水疏口,如有饥饿感,可尽流食,且不可过多。 三日后便可征偿饮食,将养鱷鱼,便可完全恢复,李贵妃听罢,亲自将要喂入太子口中。 皇上在太子请殿外端坐,偶有微叹,路易不敢言语,只垂手站立在皇上身后。 半个时辰后,便听得殿内传出李贵妃一声惊呼,君儿,君儿,快,拿口鱼来,紧接着殿内一阵响动,片刻便听得有呕吐声。 皇上身边的太监成红太师过后,忙出来禀报,皇上,太子吐了,吐了,果真如陆大人所说,这要还真灵呢? 皇上面上一喜,呼出一口气,回头看了一眼陆毅,陆爱卿救太子有功,朕必有重赏,为皇上解由乃臣的本分,不感受皇上恩赐。 皇上看了看路易,张了张嘴,又将话淹了回去,路易向后撤了一步,仍旧垂手站立,又过了约莫半个时辰,便听得殿内李贵妃惊喜的声音,君儿,君儿醒了,快去禀报皇上,太子醒了,皇上听得太子行转,疼得一下站起来。 好,陆爱卿绝功至尾,又向陈宏说道,去替朕看看太子情形如何,片刻,陈宏出来,恭喜皇上,贺喜皇上,太子醒了,醒了,已能说话了,还嚷着恶呢,皇上回头打量着陆毅,陆爱卿,朕有一事不明,那林大夫为何不亲自来为太子诊治,朕还想着要重重赏赐予他呢? 回皇上,那林大夫已是年近半百之人,且甚有个性,他说他乃一介平民女子,此番全蒙皇浩荡,让他有幸为太子诊治,若治不好,他甘愿领子优爱,若治得好,便是他的福气,皇上若是因此奖赏与他,便允他做个闲散的民间一者吧。 他既如此说,臣也不好再规劝太多,臣擦测,但凡身怀起一本领之人皆是这般性子吧,皇上听罢,也不好再说什么,只是叹了一声,说道,明日早朝,爱卿在殿外听宣,说罢便起身离去,陆毅随后正要出来,便听得太子请殿内有人唤道,陆大人请留步, 贵妃有话问大人,李贵妃有人掺着走出太子请殿,早有宫女拿了屏风隔着,陆毅停下脚步,将头低下,陆大人,本宫有几句话问你,请娘娘明示,太子已病悦于,本宫心中实在难安,线下虽然已经行转,本宫终究是放心不下,太子到底因何患病,那为林大夫可有定论,陆毅垂首回道,回娘娘, 那林大夫说,太子醒后,也时尚需精心条理方可,他还写下一个方子,托臣教育娘娘,有宫女从陆毅手中接过方子,递于李贵妃,李贵妃打开看了一眼,随即和尚,不动声色地说道,陆大人,替本宫谢过林大夫,你且退下吧,陆毅知晓皇宫人多耳杂,有些话不方便说,又不能不说,便将要说的, 以此为由交到了李贵妃手上,并从口入,患由晋升,续精心饮食,方可保太子安康,李贵妃是何等聪明之人,一看便已明了,三月前,太子在后花园玩耍,偶遇小太监周琪,那周琪善变戏法,哄得太子甚是开心,遂照了在身边随世,除此以外, 余下太监宫女皆是李贵妃精挑细选之人,万不会出差错,当日,李贵妃召集太子宫中所有太监宫女训话,更是找了个由头将那周琪置了自由爱,说她固惑太子不思学习,整日沉眠玩乐,醉大了急,命人砍了手脚,扔进了后花园的废景中,其他太监宫女吓得瑟瑟发抖, 再不敢生出懈怠之意,次日清晨,原今夏早早醒来,路易进到房中时,便看见路夫人正在整理飞鱼服,夫人,怎醒得这样早,大人今日须得早朝,来,我为大人更衣,路易笑道,还是我自己来吧,夫人既然醒了,在一旁陪着便好,原今夏多了嘴道,怎的大人信不过我,路易笑道, 真是个刁蛮的丫头,那便依你,说把双臂伸出,任由夫人伺候着,大人,我现下身子不变,动作缓慢了些,大人莫笑我便好,路易笑道,夫人亲自为我更衣,我岂敢嫌弃,久已未曾为大人做这些,竟也没决出什么生疏来,路易戏谑道,夫人不是早就熟人了吗? 大人心疼于我,何曾让我真的为大人做这些,哪里来的熟人,那一年夫人方林时期,还曾边为我更衣边碎碎念着,可还记得,原今夏方知路易在打去他,便道,那时都说大人冷酷,不计女C,可细细想来,大人岂是那不懂情之人? 今夏,只因那女子是你,原今夏顿了下,抬头看着路易,笑得眉眼弯弯,大人,我心中亦是如此想来,穿戴整齐,原今夏退后几步,上上下下打量着,满意地笑道,卓尔不群,神采飞扬,说得便是大人,路易微笑,夫人过奖了,说吧上前拥住, 挂,我现在进宫,你且要再多睡一会儿,原今夏点头笑道,大人不说,我也会睡的,我,话未说完便连打了几个哈欠,路易笑着将人抱到床上,盖好被子,群臣敬见,路易在殿外等候,皇上端坐龙椅之上,扫了眼殿下群臣,众位爱卿,今日正有两件喜事要宣布,大臣们互相看了一眼, 盲宫生静听,这第一件喜事,太子患病数月,如今已然大好,此乃我设计之幸,大臣们闻听,盲三呼望遂,恭祝太子安康,这第二件喜事吗,朕身边不乏忠臣良将,如今又复得了一位,皇上故意停顿下来,观察着大臣们的反应,果然殿下的大臣们开始交头接耳,复得,那是故旧了,是谁呢? 皇上向身边的太监陈宏一摆手,陈宏高声叫道,宣锦衣为都指挥使路易觐见,殿下群臣一片哗然,路易,他不是死了吗? 纷纷回头看去,等见到身着飞鱼服的路易走上殿来,确实是路易不假,哄得一声大臣们又一轮开了。 纷沙 ** 感谢观看